第184集 石棺 你能看得见 顾依依一听莫小玉这么说 不由的又赶紧护住了自己 莫小玉脱下自己的衬衣 给顾依依披上 抬头看了看上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面居然给封死了 看来他们是不小心触动了机关 分裂的巨石又合拢了 从原路回去 已经是没有可能了 要不我背着你吧 扎脚 莫小玉说道 顾依依这次倒是没有推辞 顺从地爬上了莫小玉的背 顾依依看起来很高挑 但是体重却不到一百斤 所以莫小玉背着她并没有沉重感 阿哥 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到东西了呢 你在暗道理时能够看见吗 看不见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掉下来之后就能看见东西了 依依啊 我们还能出去吗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来没来过这种地方 莫小玉开始有点焦急了 要是找不到出路 那就真的要死在这儿了 到现在莫小玉依然认为这是顾依依的圈套 因为这一切简直太巧合了吧 阿哥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真的不知道 前面到了门了 我们进去看看吧 顾依依说道 此时啊 已经走出了白骨累累的区域 顾依依坚持要下来自己走 可能是生气了 生气莫小玉不信任她 但是到了这个地步 再加上这丫头这么邪性 谁能信她 这是两扇巨型的木门 但是门框却是石头砌成的 莫小玉抬头看了看门框上面 隐约可见几个字 但是太高了所以看不清 此时啊 顾依要去推开那扇门 但是被莫小玉叫住了 别动 千万别动 说不定还会有机关呢 莫小玉说道 莫小玉上前将顾依依拉到自己身后 说道 你再退后几步 趴在地上 如果里面有机关弓箭的话 就射不到你 我来退门 你怎么懂这些啊 顾依依问道 但是却没有和莫小玉较劲 而是乖乖的后退 跪在地上匍匐着 莫小玉躲在门边 仔细查看了门口的石头砌成的墙 应该还是很结实的 于是躲在墙朵的后面 伸手去推内扇 看起来并没有锁住的大门 可是第一次并没有成功 于是 他改为躺在地上 用脚去推大门 那这样比用手有劲的多 他终于啊 支支扭扭的声音传来 大门开始转动 向里面转了过去 随着打开的大门 莫小玉本想起身去看看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险些把他砸死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而这两扇关着门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 所以就这么一直保存到现在 可是现在有人把他推开了 无论是门的自身 还是转动的装置 都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变化 所以大门突然解体 门面一下子冲着莫小玉就倒了过来 这家伙眼睛一直都盯着 大门后面会出现什么 所以眼见大门倒了过来 他立刻往旁边一滚 看看避过了大门的袭击啊 随着大门的倒地粉碎 一阵尘土扑来 呛得莫小玉和顾依依干咳了好一阵子 待尘土落地 莫小玉才慢慢的起身 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土人了 而顾依依也好不到哪去 莫小玉白色的衬衫都变成了黑色的 顾依依的脸上也全都是土 那这样也好 可以让莫小玉的眼睛休息一下了 莫小玉离的大门近一些 所以起来之后呢 往大门里面一看 顿时就呆住了 这是一个更为宽大的厅堂 但是布局呢 完全不同 整个厅堂里除了中间一个巨型的石棺之外 剩下的就是满屋子的武士 也全都是石雕的 和上面的完全不同 这里的武士 全都披着铜甲 虽然有灰尘 但是依然透着古朴的光芒 而且他们手里的剑 全部都是真正的青铜战剑 可是这些人的盔甲装束呢 却是和西汉的武士一模一样 难道这里是西汉某个王的陵墓吗 原来传说是真的 这里真的是亡灵 我们这些守灵人千百年来 就是为了这个陵墓而生活在这里的 顾依依难难自语道 这是谁的陵墓啊 墨小鱼问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听我姑姑说 这里是亡灵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墨小鱼在前 顾依依在后 穿过这些战力齐整的武士身边 抬头看向这些武士 他们的神情专注 甚至连眼珠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你不要乱跑啊 跟在我后面 墨小鱼说道 墨小鱼和顾依依依渐渐地靠近了石棺 但是武士群和石棺之间 还是有一段大概五米的距离 跳过去不可能 可是如果不过去 就不知道石棺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哥 你看那边 还有个门呢 顾依依指着石棺的尾部说道 的确是有个门 也是一样的木头门 但就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东西 墨小鱼伸手 从身边的武士身上 拔出了一把宝剑 没想到那么长的时间 长剑出鞘时 依然有金属摩擦的声音 而且剑出鞘之后 寒光闪闪 让人感到寒气逼人 这把剑拿在手里 足足有五公斤左右的重量 还是挺沉的 为了防备自己的木被盗 古墓的机关是少不了的 有时候看起来是一片平地 但是踩上去之后 人可能会掉下去 下面就是陷阱 有刀剑等着你呢 所以啊 虚虚实实的连环翻板 是盗墓人最头疼的事情 一脚踏空 再也回不来了 有时候呢 前面的人过去了 一回头 自己的同伴就不见了 墨小鱼一步一步地挪动着 而且用那柄锋利的骨剑 不断地插向地面 但是骨剑回传的手感 无一不是石头 让墨小鱼感觉到 自己可能多虑了 阿哥 太小心了吧 这里都是山石 怎么会有陷阱呢 顾依依说道 小心驶得万年船 还是当心点好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啊 墨小鱼说道 你累了吧 要不我在前面探一会儿路吧 你把剑给我吧 顾依依说道 墨小鱼确实是累了 自从让顾依依把自己骗起来 自己滴水味尽 什么都没吃 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 那怎么可能不累呢 于是墨小鱼往后退了一步 沿着墨小鱼走过的脚印 顾依依上前探路 那依然是按照墨小鱼的方法 插件探路 可是顾依依走得太快了 而且探路的区间太大了 就在顾依依快要接近石棺时 脚下一处没有经过剑插的地方 她一脚踏了上去 但是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空板 随着一声尖叫 顾依依向下急速的坠落 这边是一个空板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